国际油价下跌,高兴吗?其实有可能和国内加油站的油价没什么关系,少自作多情。 中石油内部的数据揭示,每一升汽油中,有26.81%的消费税,14.53%的增值税,2.89%的成建税,1.75%的企业所得税,1.24%的教育附加税, 0.83%的地方教育附加税。当我们把这每一类税费,加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,在一升汽油中税费已经高达了48.05%,而真正汽油的成本价,只有51.95%。 上述数据说明,即便国际人油价格暴降,国内油价与之联动,的部分也不过51.95%,当然,即便这部分是否下调,也要看两桶油高兴,包括外调控的结果。 有些网友还故作糊涂的不断提问,这个问题多么明显,这不是明知故稳吗? 油价别少掌舵的原因何在,肯定是同优贵了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